臺灣晶片再度受到關注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重化警告 美國有90%的晶片從臺灣購買 一旦臺灣晶片供應中斷 美國恐怕會立刻陷入嚴重衰退 雷蒙多在美國當地時間20號 接受CNBC節目專訪時直言 過度依賴外國晶片製造 將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雷蒙多強調 雖然許多電腦晶片 由美國本土企業英特爾等大廠設計 但製造地點同樣重要 雷蒙多這次選在關鍵時刻 發出警告因為美國參議院 19號通過晶片補助法案 程序投票為撥款520億美元 補貼半導體產業 啟動立法辯論 最快下星期參議院 將針對法案進行全院表決 之後仍需經過眾議院投票 通過裁算過關 受到物業戰爭衝擊 晶片供應鏈 生產晶片所需的原料 和氣體短缺問題還在持續 國際數據資訊IDC分析師警告 全球晶片短缺 不會在短時間內落幕 今期份張莉 林立衛報導